被很多玩家誉为收藏机的其中一款配纳海 这个PAM PAM210 那也是在这个收藏等级的这一种配纳海当中 我小刚个人觉得是价位是非常亲民的一款 那当然也比这个183啊380这一种Redmule 更值得收藏了 他持有很多这一种Panerai Officane Panerai这个配纳海经典的这种元素 经典这个Two Linear Dao Without Nonsense Logo Overding 他们叫就是没有多余的这一种 这个他的logo啦 或是一些多余的一些字 非常简约两行的这个字 印在这个表盘上面 那呈现出很浓的这种战争时期的这种军事风格 最重要是亲民价位就能入手到了 小刚也有提到 那小刚手上这一只K series 这个K的型号 也是在2008年所生产的 那当时候也可以看到也 他的这个偏好也只生产了500字 当然还有就是不再可能看到Panerai 亲自抄刀改的这一种Unitas 6497 6498的这一种机型 而且当时候也是做了这种偷背了 这种底盖完美的呈现在这个眼前 那小刚放这张照片 你可以看到他跟现代的这种Panerai自家机型的这种对比 那这种以前的这种Unitas机型改的 是非常有这种韵味的 完全整个感觉就是非常的不一样 摆放在现代Panerai自家机型 隔壁更是完美的演绎出经典和时代的这个变化 但真正的奖则在一家中 没有变化 并不是最受优越来的 是有地独的